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种植花生芽 把花生种子用清水浸泡12个小时 将泡好的种子洗净,洗去多余的粘液和灰尘 毛巾去水龙头洗湿,再拧不出水,保持毛巾潮湿即可 把花生种子放到毛巾上,包裹起来,吹芽 每天毛巾和种子要冲洗两次,保持毛巾微微湿润 催芽三到四天,花生芽会长出半公分到一公分 这个时候种在黑色的芭蕉桶里,让花生芽朝下 底下的根须是这个样子的 花生均匀地摆整齐 之后桶底加水,能让花生的根系喝到水即可 添水以后给盖子盖上,放到闭光的地方生长 七天左右即可收割 这个过程不可以换水,不可以偷看,您学会了吗? 下方评论我想学,直播间详细讲解种花生的教程,谢谢